军营的生活严肃认真 但是最近网上一曲小苹果 红遍了大江南北 军营的战士们也被这首神曲 深深的吸引住了 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 新疆奎屯消防果香园中队的战士们 经过近半个月的排练 终于将自己演绎的消防版小苹果 搬上了荧幕 7月29日 记者在奎屯果香园消防中队 见到了90后新兵申孝宇 他说最近排练小苹果 晚上做梦都在跳 和战士们一起跳舞 这感觉非常棒 在欢快的音乐伴奏下 冠宾们身穿鲜艳的抢险救援服 舞动着矫健的舞步 脸上绽放着阳光的笑容 配合着动感的音乐 魅力四舍 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 据了解 为丰富井莹文化生活 战士们除了每天训练 执勤 还挤出时间 跟聘请的两名舞蹈老师 学跳小苹果 虽然每天的工作非常多 但是战士们的热情十分高涨 统住小苹果舞蹈的排练 主要是丰富了井莹化生活 陶冶的广大官兵的情操 提高官兵税 井莹 献身消防 奉献消防部队的热情和决心 从而为完成各项 执行战备任务和训练任务 打下了良好的监视基础 一同一消防 祝全国消防官兵 努力发一期 变化了 突然